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从虚拟走进现实 现在画面中出现了 这个是不安人 这是他这些 现在两个人相跟上 朝酒店的方向 过去 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弱女子何以制服撞小伙 这个女的年龄 实际可以撞那个男孩的母亲 那么她是怎么能留住这个男孩的 能留住这个男孩的 拍案说法 危险情人为你讲述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国十家法治栏目 拍案说法 我是吴婷 有人说呀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就是耍流氓 这不啊 家住山西太原的一名男子 就遇到了这种事 而且比这个更惨 今年二月下旬的一天 山西省太原市 迎则派出所的值班室里 走进来一名 行为异常的男子 他告诉民警 自己被抢劫了 而抢劫自己的 还是一名女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派出所 报案人坐在椅子上 面对着办案民警的询问 脑子里还是有点迷糊 当时他的神志不是很清楚 就是意识还有一些模糊 然后我们就仔细地 循荣了他的问题 报案人称 这次他从外地赶来 跟网恋已久的女友见面 还准备着一起买点东西 回老家看看父母 不知怎么就到了派出所里 此时这名男子 还有点神志不清 他告诉民警 自己是在一款聊天软件上 与对方结识的 让他没想到的是没聊几句 对方就提出见面 在警察自己竟然有 这种艳遇的同时 这名男子立即与对方 约定了见面地点 没想到满心期待的艳遇 竟然成了一场噩梦 喝了之后大概 过了有半小时左右 他就失去了知觉 然后就一直在床上躺到了 第二天的下午 大概六点左右 醒过之后发现自己 还躺在酒店的床上 但是身上的手机就不见了 报警人说 自己在喝了这名女子 给她的饮料后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开始昏昏沉沉失去意识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24小时之后 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的手机 项链 随身财物 连同那个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相貌的女子一同小时了 鉴于报警人描述的情况 民警立即对案件性质 做出了判断 因为她当时生质也不是太清楚 一段段续续地说的 然后我们就认为 这个案子有可能就是 涉嫌这个麻醉类的抢劫 涉嫌这个麻醉类的抢劫 发案正值岁末年初 而且案发地在太原的闹市区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太原市公安局银泽分局 立即抽调精干警力 迅速展开专案侦查 我们立刻兵分两路 一路是去案发现场 对现场还残存的牛奶 还有啤酒证据等进行了保留 同时对现场的指纹进行了提取 然后另一路对酒店的监控 还有沿街的监控进行了调取 通过工作 专案组获悉了一条重要线索 报案人报案的时候 那个情况我们了解到 他当时是和咱们犯罪嫌疑人 约会的地点 出来的时候咱们那个监控 正好是这个镜头 对着是小南关街 所以他从那儿出现的几率 是比较大的 为了更准确地锁定 犯罪嫌疑人踪迹 专案组对这名女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刻画 女 年龄27 8岁 身高1米63左右 体态中等 长发 鹅蛋脸 大眼睛 双眼皮 肤色较白 山西口音可能是当地人 通过海量的沿途街道视频查找 民警终于在酒店和沿街的监控视频中 发现了嫌疑人 现在画面中出现的 这个是报案人 这个是犯罪嫌疑人 现在两个人相跟上 朝酒店的方向过去 据报案人介绍了 说是这个两个人在默默上 经过聊天 相约见面的 然后现在两个人相跟上去 一个酒店里边开房 在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受害人与一名戴着黑色口罩的女子 一路说笑着来到酒店 看得出受害人此时满心欢喜 她首先来到酒店前台 登记房间 经过调取这个酒店的监控录像 发现报案人 于21点38分 先行进入酒店 进行房间登记 在八人登记好房间之后 八人先行进入电梯 随后犯罪嫌疑人 从门外进入酒店 拎着一包东西 她也进入电梯 之后两个人相继进入 登记的房间之内 两个人就这样 一前一后进入了房间 短短半个小时之后 这名女子再次出现在了 画面当中 半个小时之后 犯罪嫌疑人独自一个人 从房间里边出来了 然后自行离开酒店 现在已经开始下电梯 至此 整整24小时之后 就发生了受害人 醒来发现随身财物 被洗劫一空 继而向警方保安的一幕 民警立即展开了侦破 可是受害人能提供的线索 却少之又少 此刻即便是受害人 想给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那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您看 这名女嫌疑人的警惕性非常高 穿着大衣戴着口罩 面部根本没办法识别 而且她只是通过聊天软件 默默加上受害人的这个好友 您要知道 这个默默是不需要实名注册的 当然了 她在网上向受害人 介绍自己的一切 也都是虚拟的 同时 酒店大堂的监控中 我们看到 她和受害人去开房的时候 并没有和受害人 一起到前台去办理入住的手续 而是受害人独自去办理手续 她在大厅外等候 等受害人开好房了 她才进入大厅 和受害人一块乘坐电梯上楼 因此从头到尾 她并没有出示身份证来登记 这意味着什么呢 受害人能向警方提供的线索 少之又少 并且她还是在昏迷了 24个小时之后才报的 犯罪嫌疑人早就掏之夭夭了 警方该如何展开追捕呢 疯狂作案女子行踪飘忽难觅 她们两个人从金酒店 到那名女子出酒店 中间只剩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走了一段路 然后一名男子会合 然后两个人打开 女子就撤离她的县 麻醉抢劫的饮料理 到底放了什么 这种药是国家严格管控的药物 是进击在市面上流转的 它是普通安定的二百万人 两省三地 警方如何锁定这名神秘女子 拍演说法 离其故事 危险情人正在播出 今年2月20号 山西省太原市 发生一起麻醉抢劫案 专案组通过天网 追踪到嫌疑人身影 却发现从头至尾 这场骗剧里的核心人物 就是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子 都刻意隐瞒了自己的信息 与受害人沟通 只是通过社交软件 在抢劫得手后 就马上把对方列入了黑名单 她和受害人之间 没有一次电话通话 宾馆开房用的 也是受害人的身份证 在过马路和酒店的监控时 这名女子也始终裹着厚厚的大衣 戴着黑色的口罩 从案发到彻底清醒过来 受害人能向警方提供的信息 少之又少 更让专案组担心的是 嫌疑人很可能 因为这次轻松得手 很快又继续作案 2月21号 让民警们担心的事情 果然发生了 又有一名男子 也是通过社交软件交流 与陌生女子在酒店见面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同样喝下了 陌生女子提供的酒水 最终被抢去了身上的 所有财物 通过监控录像 民警判断 嫌疑人的衣着打扮 提供特征 和之前那位受害者 遇到的黑衣女子 是同一个人 而这次 受害人被饮料麻醉的时间更长 而更为危险的是 受害人在麻醉后 无意识的情况下 将自己的胳膊划破 鲜血满地 直到第二天 宾馆服务员发现一场报警之后 他才慢慢清醒过来 在社交软件上 主动引诱他们的女子 无论名称还是注册资料 显示的似乎是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发案的两家酒店位置 相隔也比较远 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依人所为呢 很快警方将两起案件的 现场残留饮料 分别进行了详细的检测 对此检测 两份饮料中都参加了 同一种迷药成分 我们的技术队 对现场的证据进行了提取 发现这些液体中 都含有一些 名为三座人的迷药 这种迷药 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药物 是禁止在市面上流转的 是一种非常强的麻醉剂 它是普通安定的20到50倍 如果少量饮用人使用的话 会使人轰鸣几个小时 如果大量饮用的话 会是对人造成生命危险 正逢春节长假 接连两夜发生 两起麻醉抢劫案件 这让民警感觉到了 事态的严重 如果不尽快找到这名女子 很可能会有更多人 经不住诱惑被骗 屡屡得手之后 嫌疑人是会疯狂地继续作案 还是流之打击呢 2月22号凌晨 太原市公文局 迎则分局 合成作战中心的大厅内 灯火通明 民警们将两起案件所发生路段 和酒店的全部监控 进行集中的技术分析 合成比对 从嫌疑人作案后的逃跑路线 寻找其落脚点 他们两个人从经酒店 到那名女子出酒店 中间只隔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就根据这个时间段 之后再调取咱们沿街的监控 最终掌握了这名女子 后来的去向 她是从酒店门口出来之后 走了一段路 然后与一名男子进行会合 然后两个人打上一辆逐渍车 离开了现场 发现他们住到了 咱们银泽区五一广场 附近的一个酒店 一个单身女子 色幼素未平生的男人 还要在短时间内 对一个男人进行麻醉和抢劫 这在正常人看来 无疑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 警风团队 这个和女嫌疑人会合后 共同离开的男子 很有可能就是暗地里 提供保护和接应的同伙 发现了有另外一名嫌疑 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就是我们进一步工作 发现他有同伙 咱们班的民警 就立刻赶到了这家酒店 他们调取了这家酒店的监控 最终确定了那名女子住店的时间 然后根据她们住店的时间 再跟我们酒店的前台核实 然后确定了这名女子的身份 以及她的同行人员 那名男子的身份 根据酒店内的入住信息 民警很快落实了两人的身份 女子45岁 任丽娜 男子名叫曲杰 22岁 两人都是山西省 运城市济山县人 民警是团伙作案 嫌疑人使用这样恶劣的手段 实施麻醉抢劫 如果不及时将嫌疑人抓获归案 很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 因为这两个人是住的酒店 所以我们就初步判断 这两个人应该是属于外地人 来太原流传作案的 很可能就会离开太原 所以我们办案民警 就马不停蹄地前往 我们太原火车站 以及火车站 调取这两个人的买票记录 专案组推测没错 嫌疑人果真买了车票 要逃离太原 警方立即采取了各种不恐手段 但两名嫌疑人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通过搜索火车站的海量惊恐视频 专案组发现 两名嫌疑人早在案发 次日一早就买黄牛票乘坐火车 回到了运城市 嫌疑人还真是脚脱壳 发现犯罪嫌疑人 已经是脱身前往运城后 专案组民警 立刻连夜驱车赶赴运城 通过向运城市高铁站 工作人员的了解 初步确认了 人力纳和曲节的逃寸方向 民警乘胜追击 通过沿线的天网视频 进一步确定了 两个人所在的位置 在山西运城市内的 一栋高层住宅小区 但专案组一时间呢 没有办法确定 具体的门牌号码 只能在楼下守了一个晚上 这是一波三折 两名反侦察经验 极强的犯罪嫌疑人 这次能够顺利落网吗 一张小小火车票 签出震惊全国的 跨国拐卖妇女案 面对警察 她们始终笑而不答 你是不是中国的 这个听得懂吗 面对警察 她们说的全是谎话 你会说中国话吗 跟你儿子结婚了没有 没有啊 你送走了啊 应该 身处一国他乡的女子 又该如何回家 还按说法 买来的越南新女 精彩故事为您讲述 相差23岁的恋情 任丽娜到底遭遇了什么 对受害者都称自己 年龄28岁 但实际上她的年龄 是15岁 她们如何萌生邪念 又是怎样计划一切 这个女的年龄实际 可以抓那个男孩的母亲了 那么她是怎么能留住 这个男孩呢 怎么能留住这个男孩呢 拍演说法 危险情人为您讲述 2018年2月23号早上8点 专案组在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查到了曲节 在小区里的租房信息 为了防止在抓捕过程中 嫌疑人反抗 甚至跳楼逃走 抓捕民警 在嫌疑人所在的房间周边 进行周密的部署 粉串 已经是毫不容易 我这一楼去海 725 你房子不是楼府了 这话不是什么呀 房子有你也不是 走 走 别跑 身材 还能这儿能拿这儿 我这儿跑哪儿去了 你分工 船 哪在这儿都不跳 我往哪儿跑 你还看谁啊 你不开兵局 走 别去 先把扣一下 就扣一下 就扣一下 就扣他名字 就扣他名字 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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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一下没听见 你把救护一来 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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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扣 起来 穿的衣服没有 穿衣服 没穿衣服 来 起来来 这个时候 任丽娜和屈警 怎么也没有想到 前脚刚从太原回来 抓捕民警 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整个政法过程 全部在记录仪里面记录的了 听明白了吧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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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黑火照了 你心里很明白 怎么回事 民警在两名嫌疑人出租房 搜查的过程中 很快就发现了 任丽娜 作案室所穿的服装 和用来遮掩面部的黑色口罩 同时在房间中 找到大量手机 金饰品等财物 这不是口罩 口罩这些都在这 都在这 对 把那黑衣服 这是个衣服 衣服 把那个鞋也拿上 你看看这个衣服 这个外套 一套 外套 这一套 一套 你这是这一套 好 我跟人家 你不配合我就经营强制 博巴球 就发动了 交给警告 这心里非常明白 既然到了这种程度 没有确准的证据 我们会再进到你家里 来进去搜查 我们在房间里面 发现了八部手机 一部苹果笔记本电脑 还有金手链 金项链 金戒指 若干 然后我们嫌疑人 说不出这些东西的 具体的来源 我们怀疑这些东西都是藏物 而民警在冰箱中的一个发现 更是直接锁定了嫌疑人 实施麻醉抢劫的作案工具 然后就是在冰箱里面 就发现了一瓶可疑的东西 当时就怀疑 这些东西就是 他们所使用的麻醉藥品 从哪买的 我上面 往上啊 拿手机拍个照片 我说三岁冷 三岁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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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买的 就在我上面买的 拿手指一下 在太原用的就是这个 好 经过辨认 两名受害者可以确定 那天晚上和她们在酒店 约会的黑衣女子 正是任丽娜 但是让受害者想不到的是 那个身材曼妙 所谓的红颜知己 是一个45岁的中年妇女 嫌疑人终于落网了 但是谜团呢 并没有被解开 到底任丽娜和曲杰之间的 它们是什么关系 用来麻醉受害人的药品 从哪来的 到底还有多少人经不住诱惑 弱入过任丽娜和曲杰设下的 逃色陷阱呢 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 两人如法炮制 在全国范围内 其他地区所犯下的案子 也浮出水面 其作案手段的娴熟程度 令人吃惊 一开始是这名女的负责 招揽受害人 逐渐地在作案过程中 这名男子也参与了进来 她也负责聊天 寻找受害人 共同地经营 他们的这个犯罪过程 让民警感到费解的是 年仅22岁的曲杰和45岁的任丽娜 被捕在同一张床上 整整相差23岁的两人 到底是怎么认识她 她有一个那个孩子玩的那个肚角的那个 下流营 意思是你带孩子去玩认识她 嗯 任丽娜不仅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 还有家庭 却和曲杰保持着情人关系长达一年 这名女子对受害者都称自己年龄28岁 但实际上她的年龄已经45岁了 据任丽娜说 她的婚姻并不幸福 因为生活不顺 脾气暴躁的丈夫对她是又打又骂 屡遭家暴的任丽娜 打心眼里 渴望得到一份温暖与呵护 她在儿子参加的一个下令营里 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年轻 23岁的辅导员曲杰 一来二去 两人擦出了火花 任丽娜和曲杰心理都清楚 两人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出于对感情的无缘渴望 任丽娜为了维持这段 非同寻常的恋情 逐渐产生了多些享受 多赚些钱的念头 这个女的年龄 实际可以做那个男孩的母亲了 那么她是怎么能留住这个男孩的 这个男孩也不可能跟她过一辈子 我们在审讯过程中 那个男孩也说了 她其实只是追求一种物质上的享受 不仅如此 为了不仅如此关系 两人甚至还签下协议 用来约束对方的行为 然后她给这个男的花钱的时候 都会让这个男的打借条 如果说男的要离开这个女的 这个男的花的钱 得还给这个女的 如果说这个女的以后 要离开这个男的 这个女的再给这个男的5000万 那么他们就是以协议的形式 把这个约定记录下来 大量的消费 对于两个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人来说 无疑是天方夜谭 于是他们想到了犯罪 而且他们非常享受这种 一起吃喝玩乐这种入职生活 这个男的也没工作 经济来源从哪来呢 就成了他们的大问题 任里娜说 麻醉药是曲杰通过网络购买的 尽管曲杰对她的说法并不认同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二人疯狂地实施了抢劫计划 并且他们在使用迷药的时候 并没有准确的具体剂量 而是凭着感觉下药 这给受害人的生命安全 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她当时也是通过默默于受害人 联系好之后 受害人便邀请她来自己家中 这名女犯罪嫌疑人 就去了受害人家中 并且给受害人做饭 就是在做饭的过程中 趁着咱们受害者不注意 在汤里面 这个三座轮的迷药 将受害人迷倒之后呢 就把她上的财物洗劫一空 咱们犯罪嫌疑人 怕这个药性不够 所以在下的量也比较重的 导致咱们这个受害者 当时在家里昏迷了三天三夜 从2018年1月到落网 曲杰和仁丽娜 前后展展于陕西 山西两省 在西安三地连续疯狂作案 抢劫所获得的财物 也被他们挥霍一空 为了多弄一些钱 仁丽娜和曲杰利用春节期间 人们修行聚会较多 防范意识薄弱的机会 作案手段也越来越娴熟 她并不认为说 我麻罪了你 占有了你的财物 这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她所认为就是说 你请我愿 你想占我的便宜 我拿着你的财物 也是应该的 在这种思想的阻导之下 发生这些犯罪行为 至此这起涉案价值超过20万元的 跨省特大系列麻醉抢劫案 成功搞破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第30条规定 麻醉药品不得零售 同时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审批暂行规定也规定 从事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 必须经过审查验收 并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 结构资格证书 并在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 标明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机构 资格证书号码 而本案中的不法分子 在网上构建迷药销售网络 利用QQ进行联系 通过手机短信 银行转账 快递等一系列手段 神出鬼没 按照规定 如果销售的迷药中 含有国家禁止销售的药物成分 贩卖者就涉嫌违法 若所贩卖的迷药 被人用来从事犯罪活动 贩卖者也涉嫌 承担共同犯罪的责任 目前警方已经开始 对犯罪嫌疑人 网上购买迷药的途径 和抢劫的销赃渠道 进行深入调查 可以说 人力那和曲捷的落网 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 在这起案件的侦破过程中 有些受害人碍于面子 怕丢人没有报警 也不配合警方调查 这也给案件的侦查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对于这起案件当中的受害人 我们也有话要说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达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渠道 也越来越多元化 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诱惑 截身自好 才是防范风险的最有效方法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判案说法》 我是吴婷 再见